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King 今天聽這首歌是一位觀眾的視訊給我 我也有興趣,因為這首歌是小肥的廢柴 我聽過歌名有點驚訝 不過他說很好聽 因為很久沒聽過小肥唱歌 小肥我近十年都沒聽過他唱歌 我最有印象就是他那首《草蜜》 貓狗那首 所以我也有點興趣想聽聽他唱成怎樣 他唱歌其實也不錯,但我的台形是很喜歡的 開始之前記得按個讚給我,訂閱這個頻道,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沒有臨直遲,作曲《陳徽揚》我也是厲害的 好心都拿來浪費 自卑更顯得超費 急於交心 有場献世 良善才情願吃虧 難道我被口試未入味 靠別人才能作為 無奈我沒資格做話題 猶如順邊一粒米 黏在嘴巴仍被覺得污衛 總之創著了 心魔太多 我天生小傻 連笑都熱愛 很有以前那種 流行曲的感覺 真是 是好聽的,但有一點點 會否outdate了一點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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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肥這個人我真的沒什麼好說 因為你說他唱歌又不是不好聽 但他走出來的那個人的台形真的差一點 很容易被遺忘的一個人 所以也沒什麼特別的經典作品 所以我覺得他在演戲方面發展 所以也沒什麼留意 作詞真的不錯 為何這次的樣子好像一來一像劉浩龍 有魚貓狗到有火 無謂雪人生拋棄我地球上 亦都只關只無閉 還憑什麼落爽 做自創造了 什麼太多 我天生少爽 不少都欠我 其實看得出他處理得非常好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唱這種類型的歌都很難唱 我覺得完全是形人有餘 然後繼續聽到他唱 繼續聽到他唱 唱歌的歌 唱歌 唱歌 你是誰將我變明 白鱷 OK 看完了 多謝觀眾留言給我聽這首歌 聽完之後的感覺就是 其實小肥是有一種懷財不住的感覺 她是可以唱的 台形也好 但老實說她真的欠一種聲味 不覺得像是一個很搖眼的明星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命運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些東西整定你是這樣就是這樣 就像姜濤那樣 她自己這個底的觀音是OK的 但也要有天時地的引和 小肥就是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很老實說 如果做一個偶像就真的差一點 不知道你對於小肥有什麼感覺 不知道你對於快踩這首歌有什麼感想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記得之前like這段影片 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以及subscribe這個channel 今集就到這裡 我是King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